我想問八卦 你方便就說 不方便就不說 不是事必要你說 說了不是情堂證供 你在台灣有沒有婚姻 有 我太太是台灣人 正好 我在台灣工作的時候 認清我太太 接著結婚 正中下懷 我想Bruce幫我們香港仔 好像叫港仔 香港仔 比較一下台灣女仔和香港女仔 以你的個人 全部都是個人見解 不用怕 不用怕被老婆扭耳朵 你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台灣人 他本身的對人對物 我覺得是 他們出發點 尤其是中南部的人 他們出發點是很善良的 很熱情 他不會說 因為我自己的感覺 因為我在香港都住了20年 我出生在香港 然後中學畢業之後就來台灣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香港人比較冷漠一些 好像我以前我住的地方 其實我和那些鄰居是玩成一片一樣的 但是當我搬去那些屋邨那裡之後 互互關門 就是你不認識我 我不認識你 就是看到也見不到 是的 是的 因為台灣來說 其實我覺得他們看到人很 他是很主動地 尤其是你是 不是台灣人 你是外國人 不管你是港澳還是外國人 因為他們之前 應該是1980多年之前 他們都是一個比較封閉性的政策 就是不會對外的 不是很開放對外的 所以他們那些人的人情味是十分之濃厚 那他們對我們之間溝通之日 因為我們那時候說國語又不是很好 所以經常罵很多這樣的笑話出來 那當然我覺得台灣女生 我自己的感覺台灣女生確實是比較溫柔一些 比較體貼一些 那因為我 其實我香港 應該都算是沒交過女朋友 所以我就不知道香港的女生 她是怎樣 因為我結婚了 我回去 和我之間的相處 我覺得因為是同學的身份 不是男女朋友的身份 所以有時候有些事情 可能感覺不到出來 一般來說 我們有個框框 框了有些都叫港女 有些可能叫中國女食中女 有時候是台女 在我們香港人的眼中 或者看很多台灣片 或者台灣的女明星 經常說 那些說話 尾音 拉得比較長一點 顯出她的溫柔性格 而Bruce 你也很同意 從你太太的身上 你也感覺上那種溫柔的 沒有老虎娜 和麵婆出現的嗎 有 當然有 但是我覺得可能是廣東話害了香港的女生 廣東話 廣東話 就是那個語調 因為國語 廣東話 因為國語說起來 像我以前回香港說廣東話 我的朋友聽我說廣東話也很奇怪 好像說話文咒咒那樣 不像我們廣東話說白話那種 所以聽起來就比較斯文一些 他們的用詞 字眼那些 就不像香港那些那麼白話那樣 當然了 你在台灣 可能你比較問題大 你碰到台語的話 如果你本身是潮州人 或者是福建人 還好 因為其實台語比較接近那個地方 那些這樣的音調 但是如果是廣東話的話 我們再問多兩句 你認為香港人的年輕人 香港人的年輕人去到台妹 會不會 叫做台妹先 我們不是貶儀 台灣的女生 會不會追求我們香港的青年男生 會 當然會 為什麼 因為我們香港人 很搶手 香港人比台灣人好 因為他們出生的時候 全部接觸的都是 基本上都是台灣人 所以他們對外來人比較好奇 比較有新鮮感 那如果你是一個 我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幽默的男生 在台灣就很好 就很好洗的 出一些招數就OK的了 就哄得好一些女生 大家交朋友 看看電影 好了 說了這麼多 我們跟回Mon姐那個 不是Mon姐 打我了 好了 跟著剛才第一節 講了工作居留證 都是逐來逐去 還有第二節 就是專財移民 專財移民有什麼 屬於專財呢 是否律師 醫生 等等 什麼叫做專財有沒有界定 其實他這裡 文字上面的界定 其實是一個比較廣泛的 因為他是把香港 港澳方面有專業執照的部分 包括學術上面 科學上面 文化上面 新聞上面 金融上面 保險 證券 期貨 運輸 油證 電訊 氣象 觀光 這些部分 就是範圍很大 很大 很大 因為範圍很大 但是每個領域裡面 有些都是要專精的執照 要去考取 至於他的專業技術移民 裡面 就是希望這些專才 可以將他學到一些東西 尤其是有 拿到一個政府承認的執照之後 來到台灣 協助台灣 去增加他們的專業領域的提升 至於這個專業移民部分 他包括就是說 你可以受聘過來這裡執行你的專業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自己可以過來開公司 或者你可以過來執業 但是你執業的大前提就是說 因為我們 因為我本身就是會計師事務所 我就舉會計師的例子 那如果你是香港一個執業的會計師 就是說你現成就可以簽設那些會計師 你想要投資移民台灣 那你來到台灣的時候 因為你拿的是香港會計師的執照 但是台灣有台灣的會計師的執照 所以你如果單單拿香港的會計師執照過來 台灣是沒有辦法執業的 因為你有的執照是國際承認 雖然國際承認 但是台灣本身 你一定要考取台灣的執照 但是相對來說 因為會計師的執照裡面去考的科目 好像台灣那樣要考百科 但是它可以你免除有關於會計 就是共同科目的部分就是 因為我們讀的會計是 現在會計準則已經改成了一個叫做國際會計準則 那就在香港讀 還有在台灣讀 還有你在哪裡讀 都是一樣的 那這些什麼共同科目呢 你就不用考試了 你要考的你就要補考一個就是 可能就是公司法 因為香港的公司法和台灣的公司法是不一樣的 另外一個就是稅法 香港的稅法和台灣的稅法又不一樣 所以你在台灣只是補考這些專業的科目之後 你其他會計的科目 因為是共同的科目你就不用考 你考了這幾個專業的科目之後 經過台灣的考試院的國家考試 通過了之後 那你就可以拿到台灣的會計師的執業資格 你就可以在台灣執業 當然相對來說 因為香港是用英文考試 你來到台灣是沒有英文考試 你全部都是用中文考試 變成這個部分可能就是會有些困難 對香港的會計師來說 就是說你在香港什麼都用英文用習慣 但是來到台灣你就變成了 你考試又要用中文 很多表達的方式都是要用中文 都會習慣的 所以有些 Bruce 我記得大約兩三年前 我和一位律師王國彤律師 一起和那些伯父自己有 來到做一個驗身 我和他同在一間房間 他拿著一大棟的法律書籍 告訴我 哎呀 糟了 阿德 又要讀很多書 是中文來的 我看見你為什麼要讀中文書 哎呀 要來台灣做律師執業 或者怎樣 又要通過台灣律師的考試 阿德又要背書 又要讀專業試 多數都是要背很多法律條文 第幾條文是怎樣 哎呀 又真是慘 中文來的 噓死人了 所以大家要考慮 即使專業資格 回到台灣 都要考慮相關的一些專業史 而更加困難的 就是用中文去考 是 沒錯 這個就是我覺得 香港人比較困擾的地方 你也可以退而求其次 我來到台灣 我可以不執業 因為你沒有台灣的會計師執票 你可以不執業 但是你有香港會計師的專業技能 那你可以協助台灣的會計師事務所 去進行一些 可能港台之間的一些事務 即是你受僱在台灣 做你自己專業的事 這個也是一種方法 剛才你的工作居留 但你現在的專財移民 有沒有規定薪金 工資是怎樣的呢 這個就沒有了 這個部分 因為你已經達到這個階段 你不可能台灣人 用兩萬三千八 可以請到你 所以這些就是看台灣的會計師事務所 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你香港會計師有執業 好 我跟你做一個 我聘請你之後 你可能還是做回香港的事情 但是你在台灣 你可以留在台灣 但是你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技術移民 你不可以 你每年都要留在台灣 一百八十三日以上 半年 滿足五年這個條件 你就可以辦定居 所以你可以港台兩篇跑 這個就是一些專財移民 律師、會計師 摩恩姐給了一個錦囊 我們他說 當年黃秋生 因為曾經獲影帝 也是以這個專財 來移民台灣 這個情況又是怎樣的 因為他那個叫做 對台灣有 台灣的定義 他算是一個叫做 演藝人才 叫做特殊貢獻 因為他拿過金馬獎 他有一些很突出的獎項 就是說這個獎項是國際性的 你得到獎之後 他就用這個部分 來申請台灣的一個居留 至於你其他的人 可以因為我剛才說了很多 學術、科學、文化、新聞、金融、保險 那很多 其實我之前有些朋友 本身做保險 他說我在香港是保險業務員 那我可不可以過來 我說 那你的專財在哪 因為你保險 都要分很多種 所以你怎樣認定 你這個執照 可能說你考到一個很特殊的執照 是台灣沒有的 或者算是高階的 因為好像台灣這樣 保險業務員 保險業務員 就只有一種 就沒有其他的了 但是我們另外的 因為他有什麼 代理人 保險代理人 保險經紀人 那些這樣的資格 還是要考台灣的國家考試 你考到之後 你才可以用台灣這個專業人員的身份去執業 這個就是 香港人如果要用專業技術移民 你就要考慮 你要執業呢 還是要來打工 如果要執業的話 你就要辛苦一些 你要通過台灣的基本的考試之後 過了之後 你才可以在台灣執業 不是說你在香港的證照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把證照搬過來台灣 直接用 是沒有辦法的 明白明白 各位D100的聽眾 我們現在就是在做台灣藥比論 如果你對於台灣的 這次黃秋生 剛才那個例子 因為其實不只他是一個演藝人員 其實我們周邊可以發覺 有一些你專業人士 你考量的地方 因為之前有些醫護人員 我的朋友在香港是做護士的 他又是說這樣算不算技術移民 那就是看台灣當時候 你申請的時候 他是不是缺這種人才 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如果他缺這個人才的時候 可能他就把標準放下之後 你可能就去符合這個資格 因為你用專業技術移民的時候 你都要跟移民署去說 我就是要用專業移民的身份 申請過來這裡 扮你先居留 要符合他們的條件 審密通過之後 你才符合這個條件 可以留在這裡 明白明白 所以不是說專業技術移民 你在香港有執照就可以說 我理所當然可以來台灣 直接執業 沒有想得那麼簡單 沒有直通車 大家互相認證 好了 大家可以回到我們youtube留言 問一問關於理想知道的問題 當然未必能夠把你的問題轉達給你 看看聽眾那邊還有什麼 有沒有發問什麼問題 我會讀給你問 Irene 我想她已經是去到退休的年齡 或者情況 想問一問台灣這方面有沒有退休移民 我聽不到你的聲音 聽不到 台灣有沒有退休移民 台灣可能電話線就中斷了 不要緊 我們雖然科技未必是直通車 一定能通到Bruce 我們現在幕後同事做這個節目 非常勤勞 一個控制一個負責聯繫 大家留下的問題 然後學校廚師可不可以 等Bruce再接通的時候 我將問題問給Bruce 讓Bruce可以一一解答大家聽眾的電話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留意 因為台灣始終是近一點 以及所需要的費用又比較廉遲 大家可以負擔得到 然後去到台灣生活又不錯 再接著如果單身的男士 剛才聽到Bruce說 或者現在的經驗 都會知道在台灣的情況 也是很一樣的 Bruce聽到嗎 現在聽到了 Irene就是問關於她自身的問題 每個人都問自己的問題 退休移民可不可以 有沒有這一類別 你經常說專才 有什麼工作居留證 不關她的事 我只是想退休 拿著一塊錢來退休 退休移民 基本上沒有一個國家有退休移民 因為台灣政府希望你退休過來 你可以拿一塊錢來做投資 至於投資做什麼生意 他不管 但起碼你要充滿 要對台灣有貢獻才行 對 另一位是Bruce 卓蘇波 她的感覺 台灣投資移民 看來只會越來越辣 對 沒錯 上個星期已經說到 我們也有這樣的感覺 對 上個星期已經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他3月5號 有一個新的政策出來 就是說公司要做三年 每年要請兩個台灣人 至於他用這個方法之後 我們後來 我們有去計算過 就是我們上個星期也有談過 每年的支出多少 那幾乎你三年下來 一半就沒有了 那可能因為這樣的情況 我們覺得有感覺就是說 台灣政府可能會將那個投資額 會提升 就是不只是拿到600萬 可能會再拉高 要不是說你三年之後 你600萬都花光了 你沒有錢 那怎麼辦 明白 另外還有一個問 Tammy就問 學校廚師 又會不會屬於一個專才移民 屬於專才 屬於專才 因為我們會計師事務所 其實他的專才 廚師 廚師 我知道 因為廚師 他本身要看你請你公司的規模 大小 他分兩種 目前我的客戶 因為我們都有幫香港的 我們都有香港老闆的餐廳 是我們的客戶 他會聘請香港或者大陸的廚師過來做 因為他要做純港式的那隻餐廳 我們會幫他辦工作證 那些這樣的 因為他們的規模不是很大 所以他這隻叫做受聘 就是我們第一部分說的就是說 我是受聘故里 居留的 這就跟專才那隻就不一樣 因為專才那隻 至少請你的公司 是有一個相當規模的公司 不是說你普通一個小的餐廳 請你過來這樣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再要去了解 請你的規模到底要多大呢 就是說 可能我說 是不是精華飯店 就是我們 Charlotton這些大酒店 請你過來做那些五星級的廚師 那隻是否可以做到專才移民 符合那個條件 並不是說我普通一個茶水檔 請一個廚師過來之後 你就是專業移民 茶水檔就可以拿一個工作居留證 而工作居留證 就在Mon姐第一節 已經跟我們約略這樣說 香港人很靈活變通的 有工作居留證 認識到一些異性朋友 然後透過婚姻移民 我們在第四節 就會跟大家說婚姻移民 這個就是廚師就可以了 退休移民有嗎 Kendiff說了沒有 都是要投資都要付錢的 另外就是最後兩分鐘左右 Blue 4答不答 香港女生在台灣 會不會受到男生的歡迎 剛才我說的是男生 現在是女生 其實香港的男女在台灣 因為我剛才也說過 其實他們對外國人有好奇心 還有他們本身的好熱情 所以之後就是看你們怎樣相處 女生去到也是一樣的 不過近來或早一兩年 都有些香港人去到台灣 那些不檢點的態度 或者習慣 令到B&B B&O B&B B&B 都是骯髒 又不收拾 等等 令到可能 有些台灣人 都不喜歡把B&B租給香港人 這些是一小撮的人 相信整體的 整體的香港男女去到台灣 根據B&B&B所說 都是會受到台灣的歡迎 所以大家都是可以放心 利用這個方法 就是想一想 台灣 因為其他有很多 跟著就是創業家簽證 就學婚姻移民等等 就會在兩點之後 B&B就會跟我們詳細解釋 沒有那麼多錢又怎樣 有很多錢去創業家的時候又怎樣 結婚的移民又怎樣 這個我們稍後休息一會 回頭 在這部PBS台 就會和大家